在早上的时候 我们新闻龙卷风又走出户外了 在今天的天没亮时刻 我们就已经到了台南的六甲日新山庄 这个日新山庄在今天一整天 大家都一定会听到这个名词 因为这个名词也将会成为一个历史 我们注意到后面 钟伯 你跟我一起来到现场了 我们看到后面是亲圣钟情 六法权术加上一个杠杆 这代表的是什么 司法的要平衡 司法的要公正 但是在今天的时候 司法史上将是一大改写 早上六点台南军事监狱所收容的 250公民居士囚犯 在听到他们在这最后一次的起床号之后 代号日新专案的台湾史上 最大的宜间行动正式展开 那么透过龙卷风的SNG转播小组 独家拍摄的滞空画面 以及出动遥控直升机的滞空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台南军事监狱的全貌 以及整个宜间行动的过程 六点十五分的时候 当时第一批一间的囚车 是要移往台北监狱 这个囚车是由印有国防部台南监狱的一辆 中型八式单纲 因为这个车上所载的人数不多 只有十人 不过他们各个都是重量级的人物 所以一早六点多出去的 可就是重量级人物了 我们这边有一张看板可以清楚的说明 这里头的重量级人物包括有前 这个六军团指挥官 中将陈世瑜 还有中科院的院长陈永武中将 还有这个少将张靖德以及罗贤泽 我都没有可能会问 那么中将何雍坚他为什么没有在车上呢 对 为什么 我跟各位讲 本来也许可能会出现了一个 宪兵押解自己前宪兵私立的感尴尬画面 不过这个画面后来并没有出现 原因是因为何雍坚之前阴暗 在这个桃园的看守所收押 所以何雍坚他现在在桃园看守所 所以他后来是由桃园看守所 出发到台北监狱 不过呢 虽然没有出现这样的尴尬画面 但讽刺的是 何雍坚以前住的是六坪的独居房 而这一次呢 他要移往台北监狱 他将会住到了 跟之前提拔他的陈水扁总统 一样一点多平的两人囚房 哎哟 还真小耶 那么这样的一个阵仗 大概是什么样子呢 其实呢 透过我们的手板可以发现 第一批的这个将军囚车呢 它是由两辆的台南市政府警局的 交通车来做引导 然后呢 再由两辆的宪兵车 前后包夹这辆中型的囚车 那最后呢 再由一台这个当地的这个警局的警备车 做断后的工作 那么其实我们一般都以为 可能也许第一批的这个将军无奸啊 可能阵仗会很大 因为可能会有比较 因为重要的 对啊 不过呢 其实呢 真正的大阵仗反而是出现在第二批 也就是隔了一小时之后 在大概7点12分呢 由一个大型的囚车 压解了34个军事囚办 到彰化的监狱 那么这个阵仗跟前面的将军阵仗呢 就不太一样 哦 怎么不一样 但是第一台呢 是由这个台南市警局的交通车做引导 第二台呢 则是由彰化当地保安队里头坐的旧式霹雳小组干员 哦 然后呢 再来一样也是有两辆的宪兵车 包夹一台大型的球车 然后呢 最后呢 还会出现一个跟前面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有乡型车 还有搬家公司的货车 因为他们这些收入人数比较多 所以他们的杂物也比较多 哦 你是说他们个人行李是放在那台搬家公司的货车上面 是的 然后最后呢 再由一台警车断后 但是我注意到中间还有一部银色的乡型车 对 这部银色的乡型车呢 很可能就是负责这一次整个点交的这些宪兵人员 因为我有看到宪兵人员坐在里头 它跟前面那两部包夹的宪兵车是不一样的 两个包夹的宪兵车里头坐的宪兵 有三个呢 都是鹤枪实弹 应该有可能是宪兵的特勤队 都带着步枪 然后再由一个宪兵的驾驶来负责这个开车 好 那么接下来的移送呢 是到了云林 这就是第三批了 但云林因为呢 它人数比较多 而且它云林有分第一监狱的第二监狱 所以它是分两批 大概间隔的时间都是20分钟 那再来呢 这就是移到了什么呢 这个嘉义 嘉义呢 是因为它的人数也是34人 所以它当然也知道出动大批 就一步大巴士 不过在嘉义的这个移送过程当中 我注意到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 什么特别的现象 前面呢 在移送的过程呢 都没有任何的军球 开窗或者是从窗户往外看 不过在嘉义移送的这一批里头呢 就有一个例子 三分平头戴着黑框眼镜的一个金氏囚犯呢 他是隔着车窗 笑着看这个现场媒体的大阵仗 那再来呢 接下来是往屏东的 那往屏东的呢 这个人数呢 大概是30人 所以他也是要出动大型球车 对 不过呢 就在当时屏东的球车 开到这个军间前面的 就从我们前面马路开过去的时候 有三个军球 打开了车窗 并且对外面的媒体呢 用台语说干侠干侠 那你会发现说 为什么要干侠干侠 不是说在里面过得还不错吗 其实立刚这点就可以看到出来 就是说 其实每个军事囚犯 他们现在一间的心情是各有不同 有的人会觉得 他们面临一个新的民间的监狱 是否会有适应不良的问题 所以大家的心情也许会忐忑 不过也有人呢 似乎我刚刚讲了 就是微笑或者是挥手笑 他们的这个态度呢 看起来呢就是比较淡定的 但是这样的说法 会不会是跟他的官阶 有绝对的关系啊 你想想看 刚刚出去的球车 往屏东的方向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些阿兵哥 有的甚至都剃得大光头 可是将军在里面 日子过得就不一样了 是的立刚 这是一个很讽刺的现象 就是说你刚才说的这些 其他一般阿兵哥的军球 他们的态度 似乎是比较淡然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台南军事监狱里面 所遭受的待遇 可能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福利 你的意思说 在这个监狱里面 南部长还有阶级之分吗 所以他们移到别的一般监狱 他们可能觉得也没什么不一样 但是将军就不一样了 因为将军在这里头 所住的是六坪大的独居房 而且还有电视可以看 那么现在他们要移到 这个一般的监狱 我刚刚已经讲了 以和拥坚为例 他要住的囚房 只有1.34坪 而且必须 这么小 必须再与另外一个清刑犯 一起共用 所以他的这个储物 那就根本跟洪仲秀 要睡的空间 就只有挤在一起了 都在囚房里头 而且他们到那边之后 还要做跟一般受刑 一样就是扶劳役 就做工 但在这里面没有扶劳役 在这里头 当然这个待遇 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是将军 这次台南市警局 也是大阵上的出动 很多的交警 我刚刚发现 其实每隔100公尺 就有一个交警 在负责指挥交通 他们的任务就是 护送这些所有的 宜间车队 上了高速公路 但只要上了高速公路之后 宜间的所谓的一个 协助的任务 就会交由国道警察 下了交轮道之后 就由当地的县市局的警察 再来负责 好 那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这次的宜间行动 并没有像电影中里头的 一些劫狱这些事情发生 因为其实 早上四点的时候 就已经有很多的车 陆续进入了 我有注意到就是 在早上四点 就有七辆的 搬家公司的货车进入 那一开始 也有记者去问他们 他们是三间骑口 所以天没亮 就已经整个都布阵好在那边 而且本来说实的一间时间 是早上八点钟 可是你看六点十五分 第一部车开出去了 六点十五分就开出去了 最重要的将军 最危险的也可能是将军 马上六点十五分 车队就马上出发了 对 然后后来隔一小时之后 才是接下来是彰化 然后再来就是云林嘉义等等 那么到了屏东完毕之后 现在又隔了一个多小 大概可能会时间会再耽搁 比较久的原因 就是因为台南 他这个人数是比较多的 那另外我要跟各位提一件事情 就是说在这次的一间行动里头 我们透过我们独家的空拍画面 可以发现 其实每一辆球车在要出发之前 都一定还会有宪兵 在做最后一次的double check 那确定没有任何的问题之后 才会让球车缓缓出发 那么他们整个压检的阵仗 也是非常的严谨 一定是警车 宪兵车包夹所谓的球车 然后最后再有警车断后 好 那其实在这次的任务当中 我们当然也提到了 就是每个球贩的心情 是等于说是各自有不同 坎坷不安 看看我们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就从台北出发 早上清晨天没亮 我们就已经到达了台南 而在台南的日新山庄 最主要我们新闻龙卷风 走出户外 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 这件事情全民关注 我们新闻龙卷风 也一直在关注 最重要 当然的最冲原因 就是洪仲秋案件 这个出发点了 而洪仲秋的案件之后 引发出来的这么大的连锁效应 而在今天 整个最大的军球的一间行动 其实许多人的心中 真是坎坷不安 坎坷不安的是谁呢 那几名将军 看看加起来有八颗星星 他们过的日子 比这阿别过得还要好 但是从今天开始 日子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先来看这几颗星星 他告诉我们四个事实 第一个 这一些人都之所以入罪 有污点证人 换句话说 洪仲秋案也要有污点证人 他就是因为行政官 他是参谋主任 他也是他类似他旁边的侍从官 那张静德也是行政官 那罗贤泽因为他涉及到双面谍的问题 所以这几个人我们可以说 都是因为污点证人 他们才顺利的入狱 要不然他们的官阶都 官拜中将或者是少将 要入狱的几率来说非常的低呀 对 所以他们这些官阶 如果各位去过军阶 那我是去过新殿军阶 新殿军阶是有将官房 有校官房 校官大概都是上校 然后还有卫官 还有士官 原来监狱的房设还分官阶的 他有官阶的等级 所以这些将官房 大概就是六平大 因为将官能够官在里面的 其实坦白来讲不多了 为什么不多 就是说这些将官 他们都是因为军阀 速审速决 然后判决以后 他们进去 但是很少现阶的进去 他是唯一一个现阶的军官进去 那陈世瑜进到将官房 因为他喜欢玩围棋 他除了小山跟贪污以外 他喜欢玩围棋 那陈有武呢 他是台湾第一个中科院的院长 到俄罗斯去 俄罗斯去考察导弹 跟反导弹的系统 所以他那个时候 他带回来很多的书 他喜欢看书跟翻译 那县兵司令 何雍坚 他喜欢吃 但是他也喜欢讲黄色笑话 他的黄色笑话很多 他也有一个小山 他那个小山在台南 是很有名的饮食店的老板娘 那张静德 他也是想写个东西来排遣集末 那罗贤泽是因为他涉及到间谍案 间谍案的话 军方经常提训他 好 问他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们 他们在里面过得还蛮不错的嘛 其实他是在巴德 其实过得最好的应该是何雍坚 因为军间过去是归宪兵在管 所以你看 你仔细去看军间 不是政战 就是宪兵 这两个系统管的是军间 所以就是说 这里面过得比较好的是何雍坚 好 那其他人都过得是非常的舒服 除了这些人以外 我还告诉各位 有四个人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一个是罗志祺 一个是李志豪 一个是金养浩 还有一个罗贤泽 罗贤泽因为它是涉及到间谍案 那这里面罗志祺 李志豪跟金养浩 我特别提李志祺跟金养浩 他们是中国大陆 培植出来派在台湾的实践 所以罗志祺也好 李志豪也好 金养浩也好 他们应该是属于第二波遗坚 第二波遗坚有在1月15号 是五个月以后到1月15号 他们就必须要移间 移间大概也是移到台北监狱 除了台北监狱以外 我们看独居房跟将军房 各位晓不晓得 你独栋 独栋房舍 独栋房舍都是将军 他可以自由进出 自由进出因为将军房外面 都有一到两个人在那边站纲 所以他们一有什么事的话 那这一些其他的受刑人就要为他们服务 他们也可以不用义务劳动 然后他有专人送工办 这么幸福 专人送办 大概这些人几乎都是逃避兵役的比较多 逃避兵役 他们是用逃兵来服侍他们 他们也有个人的电视电脑 甚至于也有自己的书桌 自己的书桌像好比说陈游武喜欢看书啊 然后顺便翻译一些东西啊 从这个独居房 我们看将军局的领域 如果送到一般的法院 司法兼牢的话 我想他们就没有这些待遇 所以我们看到了将军房这样子 我们可以想想陈水扁 陈水扁是三军统帅 按照道理两个地方都可以关他 或者两个地方都可以葬他 这边呢 我想一个故事 当颜家干过世的时候 他要葬吴子山国军公墓 李登辉一通电话 他是文人 他凭什么葬在吴子山国军公墓 你晓不晓得 留守业务署的人跟他怎么讲 他说报告总统 他是三军最高统帅 所以三军最高统帅的话 他虽然受民间的司法审判 但是你要关他 你也可以选择军阅 因为他曾经担任过 三军最高统帅 对 所以以后他葬 他也可以葬在吴子山国军公墓 因为他是三军最高统帅 所以我们可以看 军军的